凭借一首《也子唱红海内外》 苏运营独特的嗓音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苏运营1991年出生于海南省三亚市 毕与北京县的音乐学院 23岁的时候创造出了个人第一首原创歌曲《新世》 苏运营没有肤白貌美的先天资本 和国际名模吕燕有几分相似 虽然貌不惊人 但她却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舞台上 以及激昂澎湃的歌声征服了现场的导师和观众 从去年到今年 苏运营的成绩有目共睹 荣过很多音乐类的新人奖 迎接着自己的努力 还成为明日之子的评委老师 苏运营的爷子也让王思聪 对她力捧还在微博上转发了她的作品 让她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 对此苏运营笑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因为很多网友也转发了 她更是用了一句 谢谢她能感受到这首歌 祝她开心地回赠王思聪 人红是非多 当她的歌被越来越多的网友所听到的时候 苏运营本人却因为长相一般 而备受嘲讽 的确 苏运营并不漂亮 但是一位优秀的歌手 难道仅仅只能靠长得好看来获得大家的认可吗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其实很多事情只要你看中她了 也许她就是炸弹 你看不中她 她就是清汤淡水 如今的苏运营已经26岁了 在这里祝福她以后能过得更加快乐 也期待她以后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